沈阳最珍重的锅包肉居然藏在这个小县子里 是不是太壁了 他们大厨师正为霸准的黑龙江人 人很佛系 店很小三天开餐 这个色泽这个形状看着都不会出错 快来吃一口 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是糯糯的 糯糯的咬到肉片的时候又很软 这里面的肉片老厚一片了 酸甜酸甜的 我一靠近它那个稍微只往鼻子里冲 它就没有那种能让我感觉呛鼻子的锅包肉了 它很大一盘你看 所以我的肩膀都提坏了 看到这个水晶晶的东西了吗 这个是土豆淀粉 就糯糯的 吃的糯糯的 很好吃 我在水晶吃这么多家锅包肉 都没有见过上面还撒胡萝卜吃和葱饰的 正宗的锅包肉上面都会撒 太把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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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大一盘 它已经变了变了一八块 我喜欢那种火的厚一点的 能吃到那个土豆淀粉的那个糯 我喜欢吃这样的 我真的很好吃 这怎么糖酱肉一多的 我说怎么我一吃 就有酸的往你这里穿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国宝节的话 记得点赞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